主持人 我好想上去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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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龙眼大丰收 昨天下午摘了一楼框 送了一些给亲戚朋友 剩下吃不完的 今天我们来做过桂盐干果 可以给小孩子当临时吃 还可以煲汤哦 我们首先要来把龙眼给清洗一遍 把它清洗干净 把这些梗呀 要去掉 再回来的龙眼做桂盐 我们一定要给它清洗一下 后面剥可丝才不会弄脏 洗好的捞出来放在栗兰中 稍微沥一下水 稍微沥水后 我们把龙眼放到烤盘中 然后这样我们拿去 先把表面的水分给烤干 用烤箱来做干果 会比较卫生哦 烤箱不用一热 调上下火 120度 烤10分钟就可以了 可以了 时间到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龙眼表面的水分 基本上已经干了 把它拿出来 剥可取肉 取龙眼肉会比较费时间 大家要给点耐心哦 千万不能边剥边吃 吃到最后都没了 去口后把它的肉 给取下来 把这个核去掉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爸爸我也来帮忙 你要吃都被你吃完了 帮忙拿 你帮忙剥 你剥就可以吃了 快过来 快过来 新的 烤盘中放上一张油纸 因为龙眼带糖分 防止它沾黏 再把我们取好的果肉 给倒上去 尽量铺平 尽可能的不要沉叠在一起 铺平后就可以拿去烤了 烤制的时间会比较长 大家不要想着把火力调猛 那样烤出来的果干 是不漂亮的也不好 同样是120度上下火 先烤一个小时 好了 我们的果肉烤了有一个小时了 现在把它拿出来反一下面 刚刚跟大家说了 烤制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烤一个小时 就拿出来给它反一次面 大约要烤四次左右 也就是四个小时左右 才可以干 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些就是糖分 已经出糖了 把它反面后重新摆好 给它拿去继续烤 反好面后把它放回去 同样是上下火120度 烤一个小时 重复四次左右 每个品牌的烤箱不同 所以大家要看着来 温的果干烤好了 烤了四个多小时 从这个样子 现在把它端出来放凉 满满的两盘烤干后 就剩这一点了 现在它有点软身 要让它放凉后 它就会变硬了 这款烤箱版的自制桂园干果 就做好了 用来煲汤 泡茶 当铃银子都非常棒哦 喜欢的朋友 可以来我家栽龙点播 我家栽龙点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家栽龙点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